再来我们看第六题 以这函数g of s 等于5 回答下列问题 第一个g of e g of e 理论上来讲 我要把这个 e 带进去 x 可是这一个函数很特别 g of s 会等于5 这里面只有一个5 没有其他的 x 换句话说你这个 e 有没有地方可以带 没有地方可以带 那这个5我们就照抄下来 像这样子的函数 我们给他一个名字 叫做常数函数 什么叫做常数函数 就是他不含 x 他只有一个常数 你 x 带1得到5 带2得到5 带3得到5 带1万他也是得到5 这个就叫常数函数 所以g of e 当然是等于5 那我们来看第二题 g of 9999 减掉 g of 1234 再加上 g of 5 这个 9999带进去这个常数函数得到的是5 1234带进去还是5 5带进去还是5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一个常数函数 所以不管你带什么东西进去 他是得到5 好 5-5 0 0 再加5 所以最后的答案就是5 这是第二题 那从这一题里面我们可以学到 所以告诉我们一个观念 就是常数函数 就是不管你 x 带什么 得到的永远是这一个常数 以这个地方来讲 得到的就是5 这个常数函数 再来我们看第七题 以字呢 f of s 等于 ax 加 b 是一个常数函数 题目已经跟我们讲说 他是一个常数函数了 这个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常数函数应该没有 x 所以前面这里的 ax 应该不存在 但是他写出来 那我们怎么让他不存在 很简单 这就等于暗示我们 a 是0 0 乘以 x 以后这一项就不见了 所以我们就知道 a 会等于 0 那么他又告诉我们 f f of 3 等于 8 那换句话说 这个常数函数 其实就是长成 f of x 等于 8 不管带什么都会得到 8 所以我就知道这里的 b 其实就是 8 b 其实就是 8 那我们回答下列问题 第一个 f of 99,999 是多少 因为 f of s 等于 8 所以也是 8 那么 a 加 b 呢 a 是0 b 是8 所以加起来就会等于 8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一题 这个题目给我们两个讯息 第一个要告诉我们他是常数函数 第二个要告诉我们 f of 3 等于 8 那因为他告诉我们他是常数函数 所以我们知道这一项不存在 那么要想办法让他不存在 所以 a 等于 0 第二个要告诉我们 f of 3 等于 8 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常数是 8 那因此 b 就会等于 8 那这一题目就可以轻而易举的做出来了 这就是第 7 题 所以我们下轻而易举的做出来了